这是最拽的女性大律师 她被曝光是杀人犯 在天台必然跳楼的视频 居然拿来做上课案例 要学生公开讨论自己 这个老师实在太另类了 学生都觉得她是个疯子 视频里她将死者逼到天台边缘 一声激烈的惨叫 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落地声 而就在一天前 死者的妹妹来学校曝光 在全校师生面前 指控她害死了自己姐姐 她身为大律师 嘴皮子肯定不能输 她没有直接否认害死人 却反而转移泡河 说他们一家害死了姐姐 当时另有引擎 她在电梯内发现了鞋子装饰 伤到天台想归还 却发现她独自伤心 抹着眼泪说想寻死 但女主一眼就看出她在等某人 对她来天台的目的很感兴趣 将装饰叫回她手中 一路逼到天台边缘 她觉得这个世界疯了 眼前这个女人更是疯狂 视频里最楼前的凄厉尖叫 就是她转生大喊的声音 随后女主从一楼出现时 就在她面前坠落蚕死 她也被人传播 过凭借视频 捏造了她教授自杀的证据 她却毫不在意的在课堂上讨论 甚至要让自己带的学生 亲自去调查真相 这群法律系的菜鸟学生 歌评本师开始寻找线索 红发同学搜查案发照片 发现姐姐坠落当天 妹妹就在现场 而刑警学生找到了警局实地帮忙 提供了当时的调查情况 在天台没有发现任何证捕 而且当时女主已经接受过调查 无法证明和死者坠落有关 女同学在假装大楼律师 得到了当天的监控记录 走访死者妹妹的同学 得到了有价值的线索 死者突然收到了一大笔钱 能够带家人一起移民 但是却突然失踪了 妹妹案发当天出现在现场 应该是在寻找姐姐 学生们被喊到天台汇报 根据调查的初步线索 怀疑妹妹是凶手 但是男主解释到 如果妹妹杀了姐姐 那应该是低调息事宁人 而不是到学校当面曝光 这从逻辑上说不通 当时她寻找死者妹妹时 在医院意外看到了家庭矛盾 母亲病重长期住院 全靠她姐姐赚钱为持 毒鬼父亲却来医院闹市 妈妈的住院费 她的学费 和姐姐给的钱 全部都被爸爸输光了 这个老男人却凶得很 她也想起了当时电台荧幕 看着被家人逼疯的女人 她却没了刚才的冷酷无形 反而鼓励这个寻死的人 因为她自己的人生 也被吸血鬼般的家人毁了 我看着被人家人毁了